离开了黑森林之后 伟丽和金平仪终于来到了震摩古洞的洞口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完全暗淡 没多久之前,还暖洋洋地在他们身上的阳光 已经全部消失 在震摩古洞洞口的上面 有一团黑云 现在黑云越窃越厚,已经将阳光完全阻隔 鬼离他们来到洞口 站在当年,那位化身成为石像的巫女娘娘面前 看着这个女子的石像 透过黑云,有一颗昏暗的光照在她的身上 历经了几千年的风霜 将最初,这个柔和美丽光滑的石像 慢慢吊黑得粗糙 这个女子,当日不单止用生命来化解这场浩劫 而且,还有自己残余的力量化成了这座石像 在默默地守住一切 守住这个恶神,不让她复活 虽然她最终还是失败 但是,她的故事,她心里面的那股力量 同样是令人值得尊敬的 突然间,这些柔转的手 轻轻地在鬼离的背脊上拍了拍 鬼离整身震了震,向后退后了一步 这样才整个人惊醒过来 她忽然间发现 原来就在自己 沉默地刑视着这个石像的时候 她整个人已经被这座石像吸引下去 使它沉迷下去 而她这个时候 收到的道行 深自的坚定 在面对着这座玲珑无女的石像的时候 居然还会在不知不觉之中 被石像吸引沉迷 看来 这座巫女娘娘 所化身的石像 吻含着那些奇异的力量 真是非同小可 要不然金平仪在旁边拍插 自己提醒了她 自己不知道对着这个石像 还要沉迷多久 但是金平仪 为什么会对这座石像 也有所提防呢 难道她暗中也隐藏了 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实灵 鬼离转头一看 她不敢抖一抖 原来金平仪虽然站在她身边 而且伸手拍拍自己的肩头 但是整个人 她又跟鬼离站的方向相反 面对着震摩古动的洞口 显然她都不敢看这座石像 你干什么 这个石像好厉害的 我没有跟你说过吗 鬼离走就眉头 哼一声 她忽然间 走过去 然后 叫了小灰过来 恭恭敬敬地 对着这个石像行礼 喂 你干什么呀 没什么 我们进去吧 你为什么要对这个石像行礼 前人风范 虽然早就已经烟灭了 但是 在我们的心里面 是不是都是值得尊敬呢 金平仪 没听过有关这个石像的传说 当然又不明白鬼离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正想追问下去 但是这个时候 鬼离已经走近那个洞口 在离开洞口几尺远的地方 忽然间 一股阴风吹起 然后一团白气 慢慢地 在震摩古洞的洞口凝聚 金平仪一看那股白气 叹了一口气 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 刚刚好见到瘦臣服务 在洞口 也有这个很厉害 但是脾气 就很厉害的凶灵 在看着的 过了一阵 那团白气之中 有一个白色的人影 慢慢出现 它个双铜铃那么大的眼珠 在白气中猛然睁开 忍忍若若 眼珠里面 就有两团血红色的光芒 物与人 你们就胆迷你属 鬼丽看着他 忽然说 我估 你一定是当年追随巫女娘娘 深入十万大山的南疆参 英雄之一的黑虎了 是吗 金平仪本来正在想着 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凶灵的 想不到鬼丽忽然说出 他这样的说话 他又望着那个凶灵 再望着鬼丽 只见凶灵 听到鬼丽问出这句说话的时候 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呃了海 似乎黑虎这个名字 已经击中了个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 经过了几千年 猜 猜不到 还有人叫出自己的名字 你 你是谁 我听今次的大巫师说 当年 追随着玲珑无女 有七个英雄 来到十万大山的震魔古洞里面 去对付寿神 最后有五个人回去了 建立了今天 南疆的五族 也就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族 剩下的那两个人 就是当年 追随毛女娘娘时间 最长的两个亲兄弟 黑虎黑木 因为当日 追随毛女娘娘 进了洞里面 所以没有回来 按照古老的毛族传说 你两兄弟之中 兄长黑虎 忠心勇猛 他的弟弟黑木 坚忍执着 我看你 虽然化身成为凶灵 但是 依然对这个神像 这么恭敬 所以我估到 你一定是黑虎了 是吗 凶灵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鬼灵 鬼灵在他凌厉的眼光之下 他又没有到半点的畏惧神色 也都定眼看着他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知道 这些无族的往事 世上的人 大多数 都不会记得 很久之前的事 不过 怎么都会有一些传说 慢慢地流传下去 在今日南疆 无族的后裔之中 还有人记得你 也还有人记得你们两兄弟 凶灵眉眉眼 他似乎神情都很激动 过了很久很久都没脉开 甘平仪在后面 他不敢皱了眉头 这些所谓 古老的毛族 玲瓏神像 一类的传说 他一点都不知道 但是看这个凶灵的反应 似乎 鬼灵讲的 全部都是实情 一直以来 他以为魔教之中 没有人给他 对这个十万大山 种种奇异的故事 知得更多 了解得更加清楚 谁知原来 鬼灵还有这么多 是他不知道的事 收在他心里 这个男人 现在真的更加可怕 突然间 那个凶灵黑虎 一口糕头 阳天一声长消 多谢 想不到世间 还有人记得 梁梁和我们 但是他们当年 跟着毛女娘娘 深入十万大山的时候 又怎么会想过 会流放千古呢 不过你们来这些人 不过你们来这些人 恐怕不是特意来对我这个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事 说这几句说话的 鬼离沉默之阵 是 虽然 我之前都听过你们的传说 但是不知道 你居然还会守卫在这处 而且变成这样 我来这里 是为了洞里面的那个兽神 你们找他做什么 我想找他 然后杀了他 就帮你们两个 没错 好 受神的确就是这座震摩古洞之中 我看你们的衣着打扮 不是南疆人 认他是中原伪的吧 你们知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守卫在这个洞口前面 不知道 当然是为了守梁梁的神掌 但是除此之外 我守卫在这座 一来 是不让外力复活这个妖孽 二来 也都不想那些无知之人 入泥送死 你明白 我明白 但是 我还是辜负了梁梁当年的重托 被我那个陈弟弟肯母 他已经 被守神迷惑了 整个手下的无妖 他骗了我 为这只畜生 混齐了五件神器 使得他重新复活 天下生灵肚炭 我本来已经绝望 以为世上再无人 可以阻挡这只妖孽 外害创生 谁知前一阵 他居然带着重伤 回来 原来是中原 果然是人结地灵 有高人还可以打伤他 还就是重伤 这个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 鬼厉嘴角 他突然冷笑 一声说 你都不用太在意 他虽然打败了兽臣 但是 打败他的人 未必好得去哪里 空凌桀桀桀桀 他不明白鬼厉这么说的什么意思 但是这个时候 他心情激荡 也都免得追究 能够杀到妖孽当年最好 我都有心 想杀他杀了几千年 可惜当年他还没醒过的时候 我一样耐他不合 你们从中原来到 或者可以做得到 如果真是成功 我就看娘娘在这里多谢你们 说完之后 他慢慢移动身形 让出一条路 露出了他身后 似乎是心不见底的那个古洞 鬼离慢慢点一点头 不再多说什么 向前走进去 路过空灵身边的时候 空灵忽然说 还有一件事 请你小心一点 当日兽臣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除了他的恶兽 吐铁之外 还有一只妖孽 你这只妖孽的道行也都非常之高 你千万要小心 鬼离听到停了停了 但据我所知 他手下最厉害的十三只受扰 已经全军覆没了 不是那十三只受扰的其中之一 之前我从来都没见过 你这种厉害的妖孽 请你一定小心 鬼离点一点头 向着古洞的深处 继续走进去 各位 鬼离的道行 虽然非常高深 但是 凭他和金平仪两个 究竟可不可以 将被诸仙剑插中 但都能够逃生的兽臣 消灭呢 这里 我们暂且不讲住 翻转头 我们再讲一下青云山的通天风 自从那天 田不易说要上山 去犬下道远 希望他能够 在心魔控制之下 重新清醒过来 谁知他一去 足足过了三日 却是一点声色都没有 你这人 他的妻子苏鱼 怎么都忍不住了 单身就冲上了青云山的通天风 这个时候 在通天风的玉清殿上 以往庄严肃露的情景 已经全部没了 分乱的脚步声 吵吵吵吵的声音 不断响起 听到消息赶来的 祥门大弟子萧日才 在几个师弟的畜拥之下 快步地走进来 他应进去面容上 看来 这几日 通天风上不知出了什么事 令到你位大弟子非常心烦 他一进来 听到玉清殿上面 吵吵的声音越来越厉害 有人就说 做什么呀 还嫌麻烦不够多吗 哪个这么大胆 竟然在玉清殿上献话 在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弟子 马上走过来 自从杜源真人 和兽臣大战之后 他就一直闭关 而且脾气越变越古怪 通天风长门的大小事务 已经交了给这位 也都是心得众望的大师兄打理 在一帮年轻弟子眼里面 对萧日才 也都有几分敬畏 只不过 这次大师一出声之后 那些吵吵的声音 不单没势下去 而且越来越大 那帮年轻弟子的面色 也都非常古怪 有一个人来到萧日才面前说 萧师兄 是大触风上的苏师叔来了 他说 要向师父要人摸 什么话 萧日才侧侧侧侧 在这个时候 只听到玉清殿上 又是一阵圈蛙声响起 然后一声清笑 哎呀哎呀 有十几个人 接连发生了哎呀哎呀 这个声音似乎有人已经失去了耐性 萧日才面色一片 他就快步 走向玉清殿的门口 一边就说 闭家伙闭家伙 曹师弟 徐师弟 你们立刻在后面 将几个师叔请过来 一起劝着苏师叔 我们后辈 不是这么好说话的 快点去 只见大殿之上 一条秒条迁连的身影 正是站在玉清殿的大殿门口 正是苏鱼 只要他 发出一声叫喝 当堂 又有几个长门弟子 被他打翻在地 只见往日 被人感觉都是平和温顺的 苏鱼 苏师叔 现在终于发威了 他乌黑的头发上面 打斜插着一支 黄金凤凰钗 凤口呢 还挂着几个翡翠玲 两道柳叶眉之中 冷中大艳 情中有味 红唇紧闭 双眼如电 平时穿着寬鬆的道袍 现在已经扎起了 在他身体上面 少了一分的毛眉 多了几分的光烈 手上 更是拿着一把大鞘的默陆仙剑 剑帮闭闭 虽然还是吐着剑鞘 但是层层剑气 已经无形的离慢 似乎 你把仙剑的剑灵 已经不安分 收在鞘里面 要自己跳出来 大肆挥舞 素如面色如霜 他冷冷地看着 玉清殿上众人一眼 你一眼睛下去 虽然容颜美丽 但没人敢看着他 萧日材 这个时候才看清楚 在素如身边 有十几个 一路伸淫着 慢慢地在地上 爬回这个年轻弟子 不过 他们虽然达到鼻青面肿 但是都是受了脾外伤而已 更加没伤到筋骨 连血都没见到 看来素如虽然发脾气 但是始终还是顾念着同门之情 没落到重手 如果不是 自己的心智 以前整班长老都说过 这个女人都不知道 多厉害的 如果他真的使出 哪怕一分的利害手段出来 自己这班同伴 可能 都不止伤得那么轻 素师叔 今天为什么这么有空 来我们通天风呢 小说废话 你给我把道元叫出来 这句话一说出来 通天风上百几个弟子 当龙一阵骚动 消日财 面色都变一变 素师叔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殷尸的老人家 一直都闭关 田师叔呢 为什么 他没跟你一起来的呢 一他不提田 不义更好 一说出来 素如面色都变了 他手上的把仙剑 忽然 发出一阵怪笑龙荫 此见素如握剑的手都白了 而仙剑上面 也发出了更加强烈的杀气 这把气势红云 光烈之极的仙剑 落在素原这个 平时看来 这么温柔的女子手里面 居然露到一些格格不有的感觉 反而有一种如虎添翼 更争杀意的景象 消日财下意识地退后一步 他不知道自己 说出了什么话 但是 偏偏这个人 还是自己的长辈师叔 他丈夫田不宜 更加清雲门里面 是位高权重的大触风手助 自己又怎能轻易得罪呢 照道理来说 素如善闯欲清殿 而且 刚才对自己的师父 也都是清雲掌门 金无礼 已经犯下了一大错 但是看素如的样子 一点都不怕 分明 全心就要来闹事 而且越闹越大越好 你叫道元出来 我要好好问一下他 他究竟将我们不业点了 消日财一听 当同 全身震一震 担高头 欲清殿上 众人 吓得 丫障无声 什么 难道 田不宜 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算到自己师父的头上 就是这阵时 在后堂那里 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传来 素师妹 是不宜师弟 出了什么事 哎呀 有话好好说 大家清雲门下 千万不要乱来 各位 如果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漂泊在外人 说句心里话 我也想家 昨日我们讲到 苏鱼当著 通天风上 消日财 以及一般长老的面骂 田不宜 可能已经被掌门师兄 道元真人扣押了 这句话一说出来 洋长老 范长老 甚至是通天风上 上上下下的人 大个都不禁验识大便 因为田不宜 亦都是清雲门那边 一位堂堂守座 如果居然 在通天风上出了什么事 真是被掌门 道元真人 扣押下来 而其他人 全部都不知道的话 这样清雲门 的确是一件 非常严重的大事 本来 如果是依照平时 道元真人的为人来说 谁都不相信 道元真人会做这些事 但是一来 看到苏鱼现在真的这么紧张 已经好像不识 和整个清雲门 反面那样 如果无根无据 他又怎么会这么说呢 二来 掌门道元真人 这一排 也都变得越来越古怪 甚至那天 还出手打伤了范长老 哎呀 如果他真的 要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也都未必是没可能的 杨长老想一想 马上就说 壽师妹 这些事情 你千万不能乱说 田师弟 你是清雲策墨的其中一个手座 在我们清雲门之中 除了道元掌门师兄 就是以他和贼叔上 曾师兄的最得人望 何况大家都是同门弟子 一点会有扣押这件事呢 你这件事绝无可能 苏狱一声冷笑 你们以为一味隐瞒 我们就不知道道元师兄 他出了什么事吗 就是因为知道其中关系 不如 他敢先冒最大的危险 上山来圈一他 谁知三日之前 他们一去 他远到现在都毫无消息 我不是问你们拿人 我又去问谁拿人 老 Marli 扬掌门 你这番话更加岳然 范掌路忽然间另转身 问萧日才说 萧尸讓 大竹锋的田 不易守座 最近来过通天锋吗 萧日才拧 intentional 沒有,弟子這陣子一直都是負責打理整座通天峰的事務,這幾個月,我都未見過田師叔上來。 蘇瑜勒了他們一眼,你以為他上來做甚麼?還要投鐵拜山,慢慢坐在等喝茶。 范長老面子一紅,沒有再出聲,楊長老就說,少師爭,既然是這樣,請你馬上去後山祖師祠堂請教掌門師兄。 如果可能的話,最好請個老人家來這一書,大家三口六面講清楚,今天甚麼都明白了。 蕭逸才猶如一陣,也知道這件事非同小可,道遠真人如果不出來解釋的話,恐怕蘇瑜無論如何都不能善罷金憂。 好,那我馬上去,說完之後,令轉身走入後堂,向著祖師祠堂直飛而去。 楊長老看一看蕭逸才的背影,這樣才轉身說,蘇師妹,老夫都知道,你和不義勒興夫妻情深,所謂關心則戀。 楊長老,這次你這麼妄狀地闖上玉川殿,其實你自己認為,是不是都有點過分呢? 蘇瑜想一想說,多謝楊先生你提醒,你說得對。 楊長老,如果不義沒甚麼大事,真只是我疑心生暗鬼的話,那我願意受門規處置。 哎呀,我哪是這個義士呢?我… 我未講完,但是如果不義,在通天風上真的出了甚麼事? 楊師兄,這麼清雲門二千年以來,就會有一位不肖弟子蘇瑜, 因為自己一生最掛念的人,在通天風上向歷代祖師, 亦都要向我們各位響當當的掌門師兄,拿回一個光刀, 講完之後的一聲大喝揮手如刀, 暫眼之間,墨綠劍光,嗖一聲,劇盛起上來。 接著,一聲大響,眾人只要在腳下微微一陣震動。 原來,蘇瑜是將他自己手中的那把墨綠仙劍連朝插在通天風玉清墊上。 玉清墊的石板是堅硬之極。 普通的劍,不要說插進去,連在上面畫得到狠都畫不到。 但是現在這把墨綠仙劍插進土地周圍, 哈,尤其難得是把劍插進去地上,周圍那塊石板一絲一喉的裂紋都沒有。 而這一把離開了蘇瑜手心的墨綠仙劍,劍光反而越來越聖, 就像猛獸鎖血一樣,又發出一聲低孝。 蘇師妹呀,喂喂喂喂,大家還沒到這樣的地步吧? 你為何將這把封印了百多年的墨綠仙劍拿出來? 楊師兄,你自己知道,當年這把墨綠,是不宜要我封的起上來。 他在這裏,封,那是封印的,我也不在乎。 但是如果他出了事,我就要用這把墨綠寶劍,向掌門師兄的老人家請教一下。 唉,我還以為你成親之後,一早就改了這件脾氣。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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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勸你不住了。 大家還要坐在這裏,等消失侄,將掌門師兄請出來。 蘇瑜也不理他們,走到旁邊就坐下。 浴清殿上的氣氛稍微有點緩和, 但是一班年輕的弟子,再也不敢靠近蘇瑜那邊,一個一個,都聚在楊長老和范長老這一邊。 當然了,萬一這位蘇師叔一下子又發怒起來,又將他們打回一頓。 一來,如果他真的打人的話,自己要避都避不開。 二來,亦都不敢真的還手。 因為人家畢竟是長輩。 所以,個個離蘇瑜又那麼遠時,又那麼遠。 在通天風的一班長老之中,范長老平時為人追隨和, 人亦都比較幽默滑稽的。 所以,他的道行,在一班長老之中,稍微有點落後。 但是這班年輕的弟子,他最喜歡靠近他身邊, 所以他和師侄亦都很親近。 這個時候,眾人見到范長老站在一邊, 於是一班年輕的弟子立刻靠過去。 其中有幾個,剛才被蘇瑜打到一扑一扑的弟子, 忍不住,細細聲地說, 師父啊,這個蘇師叔怎麼這麼兇啊? 他平時看他的人很溫柔的感覺。 哇,兇起來,還沒有一個老虎啊。 范長老摸摸摸摸摸自己的白胡蘇, 嘿嘿,冷笑兩聲。 你這班年輕,你入得青雲門有多久啊? 你自密啊! 你這隻老虎那當然發威滑辣的時候啊! 嘿呀! 什麼事他做不出啊! 蛤? 嘩,真是看不出啊! 蘇師叔,看他現在這樣, 當年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天之國色啦! 范長老偷偷偷,看看蘇瑜一眼, 見到他和楊長老呢, 時不時還在聊兩句話, 就沒有注意到這一邊。 他是站在門口那一樹, 離蘇瑜應該隔得遠一點的。 於是他細細聲說, 唉,講起上來啊, 當年呢, 你蘇師叔年輕的時候, 簡直在我們青雲門裡面, 算是… 怎樣逆辱呢? 就好像現在小竹風的綠雪旗一樣啊! 哦! 眾人聽到都隱喻一齊, 呃了一聲, 顯然, 很多人都明白范長老的意思, 只是說呢, 當年蘇師叔的嚴押群方, 這樣… 呵呵呵, 當然啦! 老實講啊, 這個蘇師叔呀, 他的道行都很不錯, 但是, 當年, 當年, 在我們一班青雲門的年青弟子之中, 比他厲害的, 還是有的! 那, 好像萬師兄, 都原師兄那樣啊, 都是千年難得一見的奇才, 那就當然厲害過他啦! 只不過, 大家見他這麼年輕, 又這麼漂亮, 再加上, 他那個師父, 真惡大師, 做他靠山, 嘿, 誰敢招惹他呀! 所以他才敢周圍野事生非, 所以說呢, 輕易就不要得罪女人, 如果那個女人是美女的話, 你就更加要小心, 如果那個是美女, 兼的脾氣又好惡的話, 見到他呀, 立刻轉頭, 走得又那麼遠, 走得又那麼遠啦! 啊! 當然, 就是你蘇師叔, 一個人, 已經交到清雲門, 雞飛狗走, 巴德安寧, 何況呢, 在他身邊, 還要加上, 他樣子, 就醜過他很多, 但脾氣又跟他差不多一樣, 敢惡的那隻老虎那水亂, 哎呀呀呀呀呀呀, 喂喂喂喂, 在講話呀, 打我呀, 為甚麼呢? 嘩! 你這個臭小子, 你信不信, 我一腳踢回你的袋呀? 還未講完, 是吧? 梵掌路越講越興奮,日年無留意到,圍著他身邊的那幫師侄,本來聽到輕智的樣子,但是呢,這個時候,有些人的面色已經變了,尷尬地看著他身後。 本來,如果你這個人比較聰明,都知道肯定有些變故了,偏偏這個飯掌路講得這麼興奮,所以繼續說去說,當初呢,你蘇師叔已經夠難搞的了,不過大家看著他漂亮的份上,怎樣都要引他了,那個水月又不同了,雖然他的樣子都不算叫做醜, 但是你整天都冷口冷面,冷靜,看著他就不舒服了。 喂喂喂喂,一個一個,你怎麼這樣的表情啊? 哦,你們不知道我現在說的是誰? 哎,就是小竹風現在那位水月大師,他是蘇魚的師姐。 哇,當年他那種潑辣,凶惡法,比起蘇魚有過之無不及。 嘿嘿嘿,看那些青雲們,哎,這隻老虎那,當年都真是相當有名啦。 臭小子,臭小子,你什麼啦?我告訴你,怎麼講的我都是你們師父,沒有來規矩,不要拘捕我啊。 哎呀,說到哪裡? 哎呀,說到水月,那個蘇魚當然雖然潑辣,什麼事都敢做。 不过后来嫁给大触风的田不易之后 人就变了 就是你们平时见到那个温柔严淑的样子 我们几个老家伙当时都觉得奇怪了 这个田不易伟伟伟伟伟伟 平时看不出他有什么手段 你为什么可以把女人 有一只老虎那变成一只温柔小猫 不过碰到我那总算是好事 只但这个水月百多年来 由乱到脑一点都没变 这户几凶现在还是这么恶 不要说他自己 连他教出来那个徒弟 你们平时个个都眼睛睛地看着他那个绿鼠旗 即情皮声跟他当年一模一样 我说那个陆思琦 十足十日跟水月大师的女儿一样 哎呦 哎呦 臭小子 拉什么 拉什么 还没被师傅打很久了 头痕了你 饭掌路越讲越兴奋 音乐声音越讲越大 一讲一讲下 他总是发觉 自己身后 他教出来那个徒弟都不断地用手拉他衣服走 勾起上来 零转身举着手掌的手上一巴打下去 点了一零转身 哎呀 当堂他自己都讲不下去 拉大口 口都不懂得收回 原来 一轮转头 只见到 在他身后那帮年轻的弟子 已经个个头哒哒地站住 而且自动自觉分开两边 立声都不出 在玉清殿的门口外边 水月大师 面色冷漠 冷冰冰地站在那里 看着范长老 在他身边 陪伴他的 是他的大徒弟文敏 文敏看着范长老 面上也都充满怒气 哎呀 弊家伙了 弊家伙了 自己刚才讲了 这些老虎那 这么多坏话 原来全部都听到了 范长老吓到额头 飘了冷汗 臉都焗得红了 他瞬瞬瞬声 陷后几步 他仰都不知道 多么尴尬 摔低头 一尾虎笑 水月大师 慢慢走入了玉清殿 他再也不看范长老一眼 反而文敏 很不甘心地 狠狠地拔了范长老几眼 范长老在这帮长老之中 一向以来都是有名的八卦佬 有口水多过茶 但是这次讲人是非 当场被人抓住的场面 当然尴尬 对了 苏狱和杨长老 显然还未知这里发生什么事 苏狱见到水月大师 他忽然间来到这一树 他觉得很惊讶 马上站起来说 师姐 你干嘛来了 我还要问你先 不在大触风 为什么一个人走上来 有事都应该由不易去走 你为什么来 苏狱一听他看起自己的丈夫 看着师姐 他心一酸 眼圈都红了 水月大师一见到他这样的表情 他心里马上就闪了一些 好不安的情绪 又看阳长老 范长老 见到阳长老都是摇头虎笑 好似 这次都不知道怎么样解释好 水月大师的心有点急 他跟苏狱自小一起长大 两个人平时就好得好像两姐妹那样 他一看自己师妹那样的神色 马上知道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 眼过的鱼光一数 又见到苏狱身边 插着那把墨陆仙剑墨树 你一怕更加非同小可 这把墨树仙剑 正是苏狱以前 在杀死那只妖兽之后 练成的仙剑 这把仙剑的威力虽然厉害 但是因为含有那只妖兽的魂魄 所以其中用起来 如果一下子掌握不好的话 也会有很大空险 当年苏狱很执拗 说一定要使用这件法宝 大家没有人劝他听 后来 还让他出嫁之后 田彼也劝他说 以后呢 希望两夫妻平平安安 不想他出事 这些这么凶险的法宝 都是不好用的 苏狱敢先封印这把仙剑 改念他的虎柏树林 现在他居然将这把仙剑都拿出来 哎呀 那肯定 在自己的师妹身上 已经发生了一件很大的变故 如果不是的话 他不会没有这么大的风险 他正想出口问苏狱的时候 突然后堂响了一阵 放着脚步声 少日才好像一股旋风一样 急速跑入来 面上充满了 他根本就不应该有的 京方之意 哎呀 出了大事 出了大事了 这句话说出来 玉清殿上人人都大气一惊 苏狱一看他这样的表情 更加好像五雷轰顶一样 自己都在脑海里面 蹦一声 震到他天船地转 一直 都已经沿在他胸口的那份担心 几乎马上要碎裂开来 只觉得眼前一刻 几乎即刻就要昏了过去 所以大事急冲两步向前 一手就扶着了苏狱 转转头 喝宵日才说 什么事 你跟我马上讲清楚 宵日才 叹了一口气说 哎 总之都是大事来啦 一下子讲不清楚的 大家快去祖师祠堂啦 于是众人立刻急急 赶到来后山的祖师祠堂 只见青云山的祖师祠堂 外表看上去 似乎一切都像平时那样宁静 但是一走到祖师祠堂的大殿前边 无论是充满了疑惑的通天风一班弟子 还是心急愚焚的苏狱 大得恶然地停下脚步 因为 在祠堂的大门口 本来那栋 已经算是非常肃穆 而又笨重的红七大门 整栋被人打烂了 连门的样子都再也看不出 在众人面前 就好像一个非常巨大而刺眼 很僧灵的窟窿 祖师祠堂外面的墙壁上面 所有的窗口 全部都震到跌了 无数个大大小小的空洞 出现在墙壁上面 壮严的祠堂 已经千疮百孔 惨不忍倒了 只有祠堂深处 还有一片昏暗 在窗口和洞门射进去的微光 根本照不到祠堂的里面 不疑 不疑 蘇豫最先反应过来 他都不理得 为什么祖师祠堂会变成这样 一闪身就冲进去 他只希望 能在祠堂里面 见到自己最想见的人 水月大师 阳长老 范长老 他们也跟着冲进去 祖师祠堂里面 好像与外面一样 也遭受到很巨大的冲击破坏 平整的石板碎了 那些榴梨灯也都打烂了 甚至当众人走到最神圣的地方的时候 才发现那种供台已经被人劈成两半 供奉着无数清云门历代祖师的牌位 全部散落在地上 一眼看下去 不知有多少灵牌 被一种神秘的力量 硬打成两片 甚至是三四片 整个池堂一片浪迹 但是半个人影都看不到 素鱼子那样面色苍白 整个身体都遥遥欲坠了 怎么算 怎么算呢 水月大师轻轻地抱着他 另转头 对着众人 特别对着萧日才问 你都是怎样一回事 杜元师兄呢 萧日才苦瓜干地口面 回品师叔 弟子刚才赶到来这里 就是这样的情形 至于因师 这一个月以来 他几乎日日在静心修炼 弟子真的想不到 他老人家现在究竟去了哪儿 素鱼听到的心更加担心 在这个时候 突然在旁边的地下那里 传来 哎呀 一声声音 然后又咔 传出来 一声非常微弱的响声 这些声音都很小 但是在场这一帮道行高深的人 几乎马上就听见了这几个声音 有人 杨长老就立刻判断出 这几个声音 是来自那张被打断的巨大的供台背后 全身已经没了力的苏鱼猛言一惊 跟着他眼里面 他眼里面是没有一时欢喜的神色 站直的身体 大叫 不宜 不宜 是否你呀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说 解画珠仙 传说这件事 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首先 华登这个是传算 似乎它本身 就不是什么可靠的意思 只不过 有些事 似乎有流传下去的理由 于是大家就口口相传 或者 又有些读书人 用笔 将它记录下来 一路流传下来 另外 传说流传的时间越长 传说这件事的本身 就会遇有越来越多的变化 当真实的人同事 传到后世的时候 往往很可能已经是面目全非 在很多人的天人家畜之下 和时光岁月的不断充饰之下 恐怕 已经没有什么人 去记得当然的真相 传说 当年那个祸害天下的兽神 在十万大山里面突然出现 而只会一出现 就是杀下了无数的生灵 接着 是几乎无人可以和他抗衡 祭走他之下 他杀到来 冒足 最根本的所在 是巫女娘娘 最终将他打伤 收伏 然后后来 巫女说 要彻底铲除收神 带着大家 一下子就来到收神的巢月 亦将后来的震摩古洞 但是你认为 这样是因为巫女娘娘 她神通广大 没有人会想过 收神是为什么会出现 他怎么会一下子 又来到了无族最根本的地方 而当他被巫女娘娘打败 逃走无中的时候 巫女娘娘又是凭什么 所以一下子就找到了他的查诀 没有人去问这些问题 因为好像根本就没有人去留意 尤其是流传下来的故事里面 巫女娘娘是多么神圣 多么伟大 但是这个传说故事里面 本身的一些点 已经被大家不顾了 昨日我们讲到 就是青云门的一帮人 被祖师池桶里面一片狼藉的情景 大得吓得呆滞 苏鱼一见到这样的情形 更加面色蒼白 整个身吹得几吹 几乎就立刻要昏出过去 水月大师一皱眉头 马上走前一步 一手就抱着他 细细细安慰了几句之后 然后转转头 对后面的萧日才问 这里究竟是怎样回事 导元师兄呢 这阵时 萧日才本来一向镇定松容的神情 也变得充满了惊讶 回品师叔 弟子刚刚一来到这处 看到他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了 至于师父 你一个月来 他几乎日日都在祖师池桶里面静修 弟子实在想不到 除了这一树 他老人家还会去哪里呢 水月大师听到眼里面担忧的神色更加之重 他刚刚开口说些什么 突然间在旁边出来 一声转响 这一刻的声音非常之小 但是在场的人 个个的道行都非常高深 所以大家都立刻听到了 有人啊 阳长老转转转转一看 已经看出这个声音来源的方向 就是那张被人打断了很大的供台 全身已经没力的疏忧 听到这句话 他猛烟吃着惊 眼里面也闪了一丝 欢喜的神色 立刻站直的身上 博弈 是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啊 这阵时 一桌有几个弟子跑过去 夹手夹脚 将那张巨大的供台搬开 这张供台 都不知道是哪一代祖师传来的 都不知道多么重 那几个弟子虽然也有些道行 但是居然 也要整七八个人 夹手夹脚这样才搬开 一搬开那张供台 就看到一片牙力碎片之下 出现了一个身影 同时 他还发出声声 细细声的新吟声 众人都很欢喜 就立刻围上去 但是 一围上去 大家都不敢侄侄侄 原来这个人不是田不义 也都不是青云门的掌门 道元真人 而是一直在祖师祠堂 守灵的龙守峰弟子 林荆宇 只见他半边身的衣服 都被鲜血染红了 显然也受了伤 而且伤势不轻 面色非常苍白 整个人中在昏迷当中 这阵时 已经有些弟子 躲在他身边 猛地叫他的名字 不过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苏如一看到这个人是林荆宇 面上面那些欢喜的神情 就立刻没了 接着又浮现出更大的担心和焦虑 水月大使一直都安慰他 羊掌落面色铁青 四边再看一下 但是再也没有找到半点有人的忠绩 青云门这个祖师祠堂 那是他们门中受屈一指的重地之一 几乎可以和幻月洞府相提并论 但是 今天居然搞成这样 这个真是开派几千年来 从来都没发生的事情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现在青云门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人 似乎 已经忽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小师祠 你确定我们的掌门师兄 就是你属 小日才这个时候 也都显出他的个人之处 这阵时 他已经完全镇定下来了 想一会就说 这段时间 师父的确在那个祖师祠堂里面 平时弟子有什么事要请教他老人家 也都要来到这一树 杨师叔 我看这件事 不能够拖下去 这么多师弟罪行这里 看见我们的圣地祠堂受损 对于他们的心里面 肯定是有害无益 而且 按照刚才苏与苏师叔所说 印尸和大触风的田不义田师叔 似乎还是另有隐情 恐怕 也都和这里发生的事有点关系 不如 等那些师弟退出去先 我就就慢慢决定 应该怎么做 怎么样 杨长会被他一提醒的当堂醒局 没错没错 唉 你的大事我都做不来的了 掌门师兄一向都相信你 平时呢 也都是由你来打你一切 就来被当机立断了 萧日才感染到杨长路点了点头 然后另转身大声的话 各位师叔师弟 近日祖师祠堂这里 突然间遭逢大难 恐怕有外敌入侵 那才搞到这样的 所谓亡羊保路 我们不可以坐以待毙 一讲到这里 他马上向旁边 一番痛天风的弟子说 秦师弟 你带十个人 立刻去祖师祠堂外围守护 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万一发现如果有什么敌人隐藏的忠职 也都要立刻去前山品报给我 通天风就马上走出一个弟子出来说 领命 讲完之后 左右招呼了一声 连续指点了几个人 就立刻快步走出去 萧日财又说 常师弟 是 这个人 正是当日 在张小凡他们上山七脈会务的时候 同大竹锋的大弟子宋大人 曾经打过一仗的常展 常师弟 眼下最紧的事 就要找到师父 有他老人家主持大局 那就什么都不用怕 虽然这里 似乎有大事发生 但是师父 他道法通神 天下无敌 一般的妖孽 绝对不会害到他的 你大翻八十人 啊不是 人越多越好 你大一百五十人 由通天风 一路向下找 前山后山都要找过去 千万不要错过了师傅线索 常战听到面上 就有点担忧的神色 虽然他知道 萧日才前面的说话 说得好听 但是最紧要他后面一举 无论如何 都要找到自己师父的善爽 于是也都不再迟疑 答应的声音就招呼众人 走出去了 这一次 上次都不单止带走 只剩下来的弟子 显然 还要去前山调兵险将 一大群人一走 祖师祠堂 就立刻显得阔落起来 大致上 只剩下几位长老长辈的人民 和萧日才 以及还跟在水月大师身后的民民 最后 就是现在还昏迷未醒的 临京语 萧日才叹了一口气 另转身向各位长辈 行一个礼话 各位师叔 今天请运门 遭逢大便 弟子擅自做了这么多决断 如果有什么不当之处 请各位扎伐 苏鱼和水月大师 大家都没出声 杨长老怎么点头 萧师祠 你不用太过谦虚 刚才你做得很好 现在我们几个老头子 还要做些什么 你尽管吩咐 不用客气 萧日才沉淫者就说 现在事态未明 我们还是应该小心谨慎 几位师叔 大家各自回山 如果万一有什么不测的 也都可以对自己门下有个照应 可惜这位龙手宝的林师弟 现在还没醒醒 如果不是我们问一下他 恐怕就可以知道一切 毕竟当时 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 众人都心事重重 苏鱼这个时候 在水月大师的安慰之下 也都慢慢平静 毕竟 未见到田不宜的人 虽然是担心 但是始终还有希望 那也都不用那么紧张 又听到萧日才刚才一路掉派 他就心怨如马 只希望田不宜 千万不要出事 这阵时 他望着下还躺在地下的林经雨 忽然走走眉头 咦 所以大师就问 什么事 他的手 好像拿着什么 众人听得吃着惊 萧日才立刻走到林经雨的身边 翻过他的身体 果然 见到他压在身体的右手里面 还紧紧地拿着一块长方形的黑色木板 萧日才想伸手拿出来 谁知道林经雨虽然昏迷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依然将这块木板 拿得非常紧实 一点都不肯放松 众人看到 大家都觉得奇怪 范长老走到一边 这块木板 好像是供奉祖师的灵牌 水月大师也定眼看一看 是呀 是一块灵牌 萧日才这个时候 慢慢地挽开了林经雨的手指 这样才将这块木牌 轻轻拿出来 林经雨的手指 因为蠢力的 已经有点显得乱曲 似乎 这块木牌对他来说 非常重要 众人就立刻围起来看看 林经雨肯定在这场变故之中 就在现场看到一切的人 他这么在意这块灵牌 显然也很有关系 众人仔细一看 哈 谁知道大人都觉得好恶险 而且面面相翠 因为这块灵牌 虽然和其他灵牌都一样这么大小 也都是七成的黑色 而且 还算比较完整 但是排面之上 他这一个字都没有 这一块 是一块无字的灵牌 这块无字的灵牌 放在庄严宿木的祖师祠堂里面 他供奉的灵牌是给谁的呢 又是谁 将它放在 和历代祖师一起 享受香火的地方 既然放了上去 为什么又不写名呢 而林经雨 在自己重伤的时候 依然死死地抓住这块木牌 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种种的疑惑 万岁千头 都营绕在众人的心头 水月大师还是不放心疏语 将他一路送到大触风 回到守正堂里面 疏语一路都没出到声 他面上那些担忧的神色 他越来越重 水月大师沉默了很久 终于忍不住 师妹 你不如上床 睡一会儿吧 苏严慢慢领领头 虽然看上去 他的面色已经很疲倦 但是他的口气却非常坚决 我不去 就算我躺在床上 我都睡不着了 师妹 你不要太担心了 我刚才跟你说过 无论如何都好 现在呢 还没见到不义和掌木师兄 那或者 他们并没有什么意外呢 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再说 虽然近期 道元师兄有点不妥 但是 他修行通神 他的功力 远远在我们之上 定力 亦都是这样 不如不竟是他多年的师弟 他怎么会乱难呢 虽然听了这番说话 眼圈都不禁红了 虽然大师领领头 他站起来 在房间之中来回 订了几步 显然 他也有点心烦意乱 现在 青云门 绿雪奇 曾书书他们这帮精英弟子 已经远在南疆之外 而在青云门遭逢大变之后 本来 实力已经大为削弱 现在 门里面 道法最高强 也是最重要的两个人 也一起失踪 连祖师祠堂 也都起了一场这样的大变 无论哪个都看得出 现在青云门 真的是一个乱局来的 师姐 为什么你今天 突然间也来不通天风呢 唉 还不是为了坟香谷 雲二兰那里那件事 本来 我就是想去找掌门师兄商量 谁知是出现了一件这么大的事 最后 连我们堂堂的掌门都失了钟 云二兰 云二兰 他有什么事 关系到我们青云门呢 我门下的弟子 绿雪奇和文敏 和他们一起在南疆 追查受惹的下落 你是知的 是啊 是啊 我也在奇怪 为什么文敏居然会这么快就回来的呢 呃 绿雪奇呢 他都回来了嘛 雪奇他还没回来 只不过 是他们两个商量过之后 由文敏回来向我稳告先的 出了什么事啊 他们在南疆 拜会文敏兰的时候 文敏兰突然向我们问 说我们青云门的珠仙古剑 是不是已经断了 什么话 苏鱼听到什么面色大变 你都觉得惊奇嘛 我当时听到 真是整身震了震 文敏兰他远在千里之外 又怎么会知道这个这么大的秘密呢 当日杜元师兄 将我们几个有弟子的手座都叮触到好像房财 就是惊愿这件事泄漏出去 你还记得呢 蘇鱼沉默一阵 唉 这些真是坏事全千里了 你有没有想到过 云二兰他为什么要对那几句小辈 讲这些这样的说话呢 我都在想着 如果本来大家同为正派份上 他不应该当众提的 反而要看我们隐瞒才是 就算他心怀不轨 那你都会心裁不露 看准时机 这样才是他的为人行事的 没错 所以他哭了一声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云二兰这个老家伙 整只老狐狸那样 又怎么会做些 看来好像是傻佬才会做的事 两面都不讨好 但是偏偏我们都知道 这个人绝对不是傻佬 而是个老奸巨华的人 但是他究竟想什么 要做什么呢 我真是想不通 蘇鱼想了一阵 突然捉了自己额头 面上流露了痛苦的神色 水月大师见到吃了惊 哎呀 你看看我 本来你就够心烦的了 我还跟你说这么烦的东西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以前 有掌门师兄在主持大局 我们本来根本不怕这些事 现在我们青云门自己乱起上来 外面 都不知有多少外敌在虎视眈眈 我真是不知应该怎么算好 水月大师皱着眉头说 师妹不要说了 你看你都累成这样了 不是跟你说的吗 掌门师兄他这一排的脾气虽然古怪一些 但是他道行通神 心志坚定 我们不用怕的 师姐 你不明白的了 掌门师兄的道行虽然高强 但是珠仙剑 里面的魔灵 他是越强越强的 他道行越高 恐怕这一魂入魔 就会越深 什么 什么 水月大师整个疼疼疼 蘇如吃了惊 那才发觉 哎 自己不小心 原来已经泄漏了秘密了 正想掩饰过去 但是水月大师是什么人 又和他有这么深的感情 又相交了这么久 水月大师怎么会被蘇如握到呢 他一周尾头 走得来蘇如面前很严肃的嘛 师妹 到底这把珠仙古剑还有什么秘密 你快点说给我听 哎 蘇如沉默了很久很久 终于叹了一口气 反正到现在 无论如何 迟早都瞒不过你了 师姐 我索性跟你说出来 这件 是我和不二两个人 已经藏了百多年的秘密了 那各位 那蘇如要和水月大师说出 珠仙古剑一个什么秘密呢 这些我们暂且不说 再说一下 在南疆的十万大山之中 震摩古洞里面 前边 韦丽和金平仪 刚刚深入了古洞之后 后面 李迅 陆雪奇 曾书书他们 也带着一帮弟子赶到 震摩古洞之中 看来一场巨大的波澜 就要掀起了 但是这时 在震摩古洞的深处 秘神当日 復活的地方 他是有一男一女 两个神秘的身影 坐在火盆旁边 默默地对望 这两个身影 其中之一 当然就是秘神 而另外一个 就是 在洞口的凶灵 黑虎 对毅丽他们说的 当日陪着 秘神一齐回来 的一个神秘的女子 她分明也是一个妖孽 但是这个妖孽的道行之高 连黑虎 历经了几千年的凶灵 都从未见过 但是这个神秘的女子 和秘神似乎相当熟悉 两个人截到闭目养神之间 忽然间 本来躺在地下的那只铜铁 好像被什么惊动了 猛然间 在自己的双爪之间 担高了头 那双好像同龄那样的巨眼 蹬住洞口的方向 口里面 发出一声刺耳的咆哮 秘神听到 亦都慢慢瞎大了眼 她走走眉头 黑暗之中的那个女子 亦都耳了一声 秘神揪着眉头说 有人来了 黑暗的那个女子沉默了一阵 忽然间冷笑 居有人找得到来这一树 恐怕 是云怡兰那个老家伙 叫人过来送死 但是 顺便摸摸摸你的底势 瘦臣的臉色似乎很疲倦 在諸仙劍下受的重傷似乎一直都未得到恢復 不過,他好像什麼都不會放在心裡 有得他,我也免得去理 這些人,他已經進來震魔古洞這麼深 沿途的妖獸都擋他們不住 他們應該經過了黑蝙蝠的地方 不過能夠進來,恐怕也可以對付黑蝙蝠 不過,洞口有一個黑虎這個空靈 他們居然能不聲不響地進來 黑虎也沒有什麼動靜 這樣真是不簡單 黑暗像中的女子忽然說 進來這麼久,你那隻韜鐵 似乎一直都對我沒有什麼好感 你不用在意,他從來都不會相信人 噢,他已經把我當成人了嗎? 噢,套鐵發出一聲咆哮 雙眼緊緊地釘著那個神秘的女子 這個女子究竟是什麼人呢? 為什麼他可以跟獸神這麼熟悉呢? 他們相識了,究竟有多久呢? 欲知後事如何,我們明天再說 喇啦啦啦 豬仙字典 喇啦啦啦 按照在豬仙,這個幻想的世界裡所說 世上修道的除了是有人之外 其他一些有灵性 又可以吸取灵力的动物 又或者是山精野妖 可以通过修炼道法 而超越他们以往的生命 人修道 他们追求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超脱生死 得到长生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们往往甚至抛弃了 繁尘俗世的种种誘惑 甘愿去深山野嶺 之中用黑虎修炼 去忍受寂寞的尖语 而那些同样也付出了 很大的努力去进行修行的动物 又或者是山精树妖 他们往往最低的目标 就是能够修成人形 能够化身成人 在红尘俗世之中 好像人一样享受一下爱恨情仇 带给他们的滋味 他们就已经觉得不忘此生 一般的俗世人都觉得很不明白 其实做人是多么辛苦 为什么这些妖怪身身苦苦 都希望来做一次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Heather》 《 Heath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